马来西亚教育部在2013年推出教育发展大蓝图后 虽然教育工作者的思维和教育格式有了改变 不过至今五年了 教育内容还是停留在标准格式 扼杀了孩子的创意与创造力 有为未来发展趋势强调的创意思维 第一天上课 老师就安排了让他做甜色的这个活动 刚刚第一天嘛 那么我走到他的台前 看着他的这个甜色的图 头发还没有上颜色 那我就问这个小朋友 我说这个头发应该用什么颜色 这个小朋友还没有回答我之前 老师就回答我 他说 我就望着老师 我说 一定要黑色吗 老师说一定要黑色 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没有黄色的头发 没有红色的头发 我们不希望从小就让他们觉得我们的头发可以变红色 可以变黄色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眼看过去 是不是所有人的头发都黑色的 至少前面这一排有一些不是黑色了 我们的教育啊 还停留在非常格式化的教育 这个学生上课的第一天 我们就用教育 把学生的创意和想法 莫杀 这只不过是第一天 如果小学六年以后 你说这个学生剩下什么 他剩下考试 他剩下标准答案 他没有问问题的能力 他没有创造思考的能力 他已经被一个箱子 盖着了 我们说thinking within the box 在一个盒子里面 So I want you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教育并不是把我们锁死在一个格子里面 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种应试教育 就是应付考试的教育 或者填亚式的教育 不断地补习 做功课 考试 我们失去了原有的教育的欢乐 我们不懂得追求知识的可贵 我们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教育出来 会是一批又一批 没有自己想法的 马来西亚国民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胜文 星期一主持芙蓉中华独中 校园新出口动图理事透露 教育部正在逐步改进教育发展蓝图 培养新生代的老师和学生 更具有创意的教学和学习方式 根据我们的教育发展蓝图底下 这个正是我们朝向的这个目标 我们从我们的老师的训练 我们的师范大学里面的课程都已经改变了 全部准备好我们新生的这些 新时代的这些老师呢 都拥有这个技能 都知道21世纪课室是如何来 作为老师的这个角色 同时呢 也知道怎么样的创意教学等等的 当然我们的课程也改变了 今天我们的老师不再是像以往那样 全面的整个课程里面就是由老师来主导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学生那边 那老师只不过是来协助学生怎么样去寻找 他们的这个知识 当然我们有47万的老师 要一夜之间改变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明白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会逐步慢慢的推行 让我们的这些老师明白到 现在21世纪的课室应该是怎么样教学的 我们希望到我们的这个大蓝图结束以后呢 整个教育体系已经全面的改革 符合现在最新时代的需求 芙蓉中华独中位于山坡 这个地理缘故 导致家长在接送孩子上下学时 造成周边地区交通严重堵塞 董事部决定开发校园新出口缓解交通堵塞 不过福州面对财务入部付出 张胜文代为争取到首相署70万令吉拨款 解决这项计划资金不足的问题 炮新闻 朱惠敏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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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